近日讲楼市看淡的新闻多到不得了 但讲来讲去令楼市下跌理由指得一个 就是加息 大家可能没有发觉 担心加息的都是小型单位业主 很少听到大型单位 铺位 商下业主担心加息 理论上哪些业主借得多 应该更加担心加息 大家有一个误会 加息令大型单位 商业单位业主负担更重 有可能要卖楼求全 而事实上在逆周期措施之下 大型单位 商业单位能够做的案 揭成数是很少 借钱不多 加息对他们影响不大 我举例说 假如有人用一亿元买入一个商业物业 3%回报 年收入300万元 但一般来说 任何一个商业单位最多只能借4成 一个亿元物业欠债4000万 就算加息 加至5% 每年利息支出只是200万元 还有一百万元可以还本 根本无需要卖楼 不过一般分析员很少分析得这么仔细 他们只会说 加息令大型单位 商业主入不呼之 急急忙卖楼 楼市下跌是正常的